大家好 今天2023年10月26日 特首李家超昨天發表上任後第二份施政報告 宣讀的時間再破上一份達到163分鐘的紀錄 今年講足202分鐘 三個多鐘 超越過去所有特首發言時間的紀錄 包括那位好打得 自認為政府什麼都認識的林鄭月娥 為什麼這份施政報告越來越長呢 其實原因都是香港不斷有很多新的問題 政府無法無力解決 為了顯示這個新一屆的政府 努力嘗試解決又推出一大堆新的措施 又衍生更多的一些問題 更多的一些架構 但是一些舊的問題 原本的問題又未解決得到 所以就會見到 問題就越穩越多越複雜 李家超上任年紀 高層的架構已經不斷增設一些小組 小組都搞分拆 好像都是劏房 小組都劏開房屋 劏房 那些數目 名堂 政府我相信內部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 政策措施眼花撩亂 李家超上任就已經強調了 以結果為目標 但是市民就感覺到 說就說了很多 表面上又似乎做了很多 但是實際上又看不到有很多明顯的成果 和一些成績 過去一年 市民的感覺並不良好 昨天發表的一份施政報告 也都有同樣的問題 李家超就要整個政府 所有的部門都動起來 那我就相信 早幾個月都要人人交一份很厚很厚的功課 要跟著下來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越交就越多 越寫就越多 要顯示政府是一個做到的政府 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要成立更多的一些小組 設立更多的指標 今年又多了一大堆指標 公眾對報告內的一些政策 好像所謂大集會 感到混亂 看不到有什麼的重點 焦點 無法評估的成效 但是也都感覺不到 感覺不到就是 一份這樣的三個多宗的施政報告 可以有助解決香港現在面對的一些根本問題 雲霧未撥開的話 看不到未來的景象究竟是怎樣 上個星期五 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 在他報章的一個專欄裏面就說到商界對李家超政府 怎樣由志及興 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他就認為施政報告應該指明香港今後的路向 到底要做內地一個城市 或者是走一國兩制 接受媒體再解釋的時候就是說 香港如果不能夠扮演和西方國家關係密切 資本主義的獨特角色 我們還是需要一國兩制呢 當然施老闆就不是說不要搞一國兩制了 他意思都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再要一國兩制的話 你是不是要做多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呢 西方國家的關係等等等等的東西 中央就信誓旦旦的 說要貫徹一國兩制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七一講話的時候 也都強調香港的一個獨特性要保留 包括普通法制度 維持國際聯通等等 官方就口說就是國際化 但是腳就在這裡加快步伐 內地化 香港過去的成就和未來的地位 定位 發展 關鍵其實都是國際化 施永青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前 公開提出一個說法 說要搞清楚 香港在走一條什麼的路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很明顯都不是施永青自己一個人的想法 反映了商界 地產界 社會上不同階層 其實對香港的未來 其實都看不清究竟現在這個政府 帶著整個香港去什麼地方 疫情結束 全面通關之後的香港 經濟復縮步伐 相對緩慢 比起不少附近的地方 出口消費也都不振 移民潮其實未停過 樓市股市疲約 出了份施應報告 減了一些印花稅 看不到對股市有什麼刺激作用 和西方歐美國家主要的一些經濟的關係也都呈現了一些緊張 從不同方向 方便這樣去看 香港其實現在面對著新一輪的信心危機 當然這個信心危機和90年代 97的信心危機會有些不同的地方 但是從很多政治 經濟 社會 民情等等都會見到 其實是出現一些危機 特首如果透過施政報告 重新肯定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和路向 推出一些具體的策略措施 就算未有 方向定了出來 這個對重建信心是會有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是新一份的施政報告就並沒有做到 香港民意研究所昨天就就施政報告訪問了 681人 100分為非常滿意的話 整體的評分44.4分 較去年的51.1分低 上一任兩份施政報告 嚴格來說其實都不合格 對施政報告表示不滿的佔了40% 滿意的34% 即是說不滿意的 多個滿意的 其他一半一半 或者很難說 我相信他們根本可能沒有看 也都消化不了三個多小時的一個演詞 裏面這麼多瑣碎的東西 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些數字其實都騙不到人 李家超三個多小時的演詞沒有清楚 論述到施永青之前提到香港未來路向的問題 主題都真是熟口熟面了 經濟民生 做實事 添幸福 但是看回那個政治管治的路線 緊跟中央的色彩都相當明顯 演詞裏面引述 習近平的四個必須四點希望 也都引述一些中央官員說的一些軟對抗 這些都是一些政治的指導思想 跟著去到一些具體的措施 全面推動愛國主義教育 要對接全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法 愛國主義教育法 全國性的法律都沒有說要在香港實施 或者要求香港要怎樣配合 香港政府主動說要對接 說明了什麼呢 就是緊跟中央走內地條路 香港更靠近內地城市 來國際城市就越來越遠 香港失去了原本的獨特性和吸引力 就算載一大堆 吸引人才資金再加碼 鼓勵生育措施兩萬加到四萬 再加到不知道多少 還有很多其他的優惠 是不是能夠吸引到人 鼓勵到人生育呢 政府要主導一些產業的發展 這些策略 跟香港過去的成功 都能夠充分發揮市場 資本主義的動力 都已經是另一回事 這些作用本身的政策 策略的作用都承移 而一些根本的問題 獨特性消失了 又沒有再補救的話 所謂興旺幸福 就真的越來越渺茫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拜拜